自媒体时代 直播就要与众不同 CAM520 CAM530直播摄影机器人 送9画面直播软体 让大家自由选择角度 340度的角度 自由选择N个画面 你可以自己定义 你要的比例大小 变焦上下左右 自动对焦准确 光线可以自由调控 非常的方便 厉害了CAM530 一个Full HD 1920 1080高画质的一台机器 插上电之后 这条线呢 导播跟我的摄影机的距离 大约是拉了20米的线 插上去之后 你只要点开这个开关 这个点开就可以 它会跳出萤幕 跳出萤幕之后呢 你就可以 上下 左右 亮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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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任意存档 总共有9个画面 存1 好 存2 存3 存4 存5 存6 存7 存8 存9 好 Rode 1 Rode 2 Rode 3 交对的还算蛮快的 还可以全画面 好 那这些作业完成之后 大家记得一件事 就是我们呢 它这个CAM530 它拥有一个HDMI Live Out 跟一个UVC UVC就会接在这边 你建议你拉一台萤幕在旁边 专门做控制 那么你有两台就接两个 两台的话你就会变成这样在控 它会出现两台 好 然后 呃 Rune In Rune Out 然后这是Backlight 就是当你遇到逆光的时候呢 我们来举例这个看一下 好 25 6 好 假设你遇到一个逆光的情形 你这个把它打 ON 它整体的亮度会把你拉高 那么就不会造成过暗的现象 那么它的遥控器很厉害 它遥控器可以 它的遥控器 基本上都有这些功能 你可以不用电脑 也可以用遥控器做这些操作 非常的便利 好 那么 AUTO 我们通常就是遇到逆光环境下切ON 那么 9个画面 叫9个画面 CUE它 那么其他的这些细节呢 你都可以去玩它 那其中那个 ON SCREEN MENU 这个我们都会把它OFF掉 好 因为它会出现你在呼叫画面的这个 呃 呃 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叫1 它会跳1 如果用遥控器叫的时候 它会出现呼叫1号画面 那么 用软体叫是不会出现的 遥控器叫才会出现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这个地方 要把它OFF掉 叫做 ON SCREEN MENU 把它OFF掉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你也可以手动对焦 那么它有HUCKY CONTROL HUCKY CONTROL 长什么样 各位看一下 HUCKY CONTROL 就是在这边 你看喔 我用遥控器 用这个来做作业 用摇杆做作业 CONTROL按着 CONTROL按着 按上 下 右 那RUN呢 是CONTROL加减 CONTROL加 CONTROL加 CONTROL減 那你也可以利用键盘呼叫 利用键盘呼叫 怎么叫呢 ALT加0 ALT ALT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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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 ALT ALT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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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 7 8 9 好 那没有动作吗 我们在什么原因 BOSS 上面的 123 是上面123 好 好 谢谢提醒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好 这个 OK 好 BOSS木干 BOSS木干 老花耶 好 你可以透过键盘下去当导播TEC很方便 好 谢谢大家 好 所有的PTT都可以透过控盘进行控制 好 进行调控画面的一个section 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带一下那边画面 带到那边去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 对 就它在动 在动 好 好 拉回来 好 好 530呢 拥有这些功能 带给大家某某的方便 好看一幕 嗯 我觉得它接受这些是比较好的 好 可以任意调整你的位置 好 谢谢大家